今天我们来讲另外一个 WireGuard服务器的安装的程序 这个是一个叫 WireGuardEasy的开源项目 它的特点呢是安装简易 体积小巧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项目 它是在Github上面的一个开源项目 这里就是它WireGuardEasy安装好以后的网页界面 它的特点呢是WireGuard包括这个网页的界面 然后呢简易安装简易使用 而且它可以列出用户的列表 创建用户编辑用户包括删除用户 允许和禁止用户使用这个服务器 然后可以显示每个用户的二维码 包括也可以下载任何一个用户的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呢它可以显示每个用户的连接状态 如果连接的话呢这里有个小红点 然后就是收到发出的这个字节数 每个用户每个用户收到多少 发送多少 什么书链上等等这些功能 那么呢它呢是支持几乎所有的这个 支持几乎所有的Linux的版本 当然也包括Ubuntu 好那么我们下面基于这个甲骨文云 我们来创建一个实例 安装这个WireGuardEasy 首先我们在编辑这里印象和配置 更换印象到Ubuntu 我们还是照例选择这个20.04这个版本 选择印象 网络这里就选择之前默认的选项 同时需要系统给我们分配一个公共的IPV4地址 这里保存私有密钥点击下载 引导键的大小这里就不用改 好点击创建 这个时候加顾文云就正在预配一个VPS了 WireGuardEasy的协议应该是继OPPO VPN以后 应用比较广泛的也比较流行的 它特点呢还是运行效率高安全性高 代码简洁也是属于主流的VPN协议 那么它是支持OpenWrt路由器的 也就是说你安装好了WireGuard服务器以后 通过配置文件安装在OpenWrt路由器上 就可以实现 路由器下所有设备 电脑手机的协议上 目前的技术资料 因为代码简洁嘛 比OpenVPN有些更快 几乎支持所有的设备 手机上的APP都很齐全 有点很多了 然后 EasyWireGuard的界面 刚刚已经说了 非常简洁 用户 包括这里的一些控制选项 好 我们 刚才已经 新建了一个eCPU 有1G内存的GPS 选择的是Ubuntu 20.04 好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显示正在运行 表示服务器已经开通 我们首先 复制这个公网IP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 Keyching工具 Itty的一个密钥转换的工具 这是我们今天下载的这个Key 我们点击 save private key 点击是 我们给这个PPK 起个名字 299 然后我们打开 party 首先 把我们服务器的公网地址 粘贴在 这里 然后 到SSH选项下 选择 勾览 然后打开299PPK 那么 保存一下 然后连接我们的 加固文云服务器 点击确认 点击确认 这里的用户名 是 好正在连接服务器 首先第一步我们还是升级一下 我们的VPS 好我们再 安装一下 这个 升级 命令是sudo apt upgrade 减号外 好我们刚才已经把服务器 新建好了 也通过ssh 登录了这个VPS 接下来我们就要需要安装 Docker了 好 升级更新完成以后 我们来安装Docker 首先是贴行命令 好显示这个就说明 Docker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执行一下这条命令 看一下 好的我们执行一下Docker 如果出现这样的 反馈就说明Docker 已经安装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要 执行这一段 代码 我先把它复制下来 我们找一个文本编辑器 把这一段代码 针贴进去 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 首先就是这里 Server IP 要改成你自己 VPS服务器的IP 这里的密码 要改成你自己设置的密码 就是我们改成12345678 我们在Docker之前 加上sudo 然后把所有的固质 然后把所有的固质 捻贴 这个时候 服务器就开始安装了 非常快它就安装完了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 执行这条命令 Docker images 看看它是否 已经安装在Docker里面了 这里显示 已经有一个安装在里面了 那么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执行这个命令 打开一下 运行状态 好 这里反馈的运行状态是 54秒钟之前已经开始运行了 那么我们怎么使用这个 这个 微博界面呢 我们需要 打开浏览器 输入 我们的服务器 公网IP地址 后面加一个冒号 是英文的冒号 后面跟上 这个端口号 端口号是 51821 点击回撤 随览器会显示 这是一个不安全的链接 然后我们忽略继续访问网站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 WireGuardEasy的登录界面 这里只有一个输入框 就是你刚才设置的密码 我们是12345678 这里要输入你刚才自己设置的密码 点击登录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初始的设置界面 目前客户 也就是客户端 是没有 我们新建一个 点击加号new 我们 name这里写 tom 新建 这样tom这个配置文件就产生了 而且这个开关是 允许这个客户登录 那么我们怎么连接上 用这个配置文件连接上呢 如果你是手机 打开这个二维码的显示 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用WireGuardEasy的客户端程序 就是WireGuardApp 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建立连接这个服务器的WireGuard连接 如果我们是电脑 点击这里 download configuration 下载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点击保留 那这样这个配置文件就被下载下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在我们今天的 这个download的目录下 我们打开电脑的WireGuard 应用程序 这里有一个新键隧道 选择新键隧道 然后打开 tom configuration这个文件 可以连接 tom 出现显示 说明tom这个用户 已经连接到我们这台VPS上了 我们打开一下 google 搜索这个 搜索一下 任何的东西 好我们看到有正常的反馈 说明我们已经 正常的 准确的连接上去了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新键第二个用户 第三个用户 一次类推 给每个用户起好一个名字 这个用户就会 出现在这个列表的当中 好 这样整个安装过程就结束了 那么主要是分 两个大的步骤 一个是安装docker 下部分是执行 Docker的 这个 批处理文件 把这些参数全部带给 服务器 然后这里有些 Docker的 常见命令 刚才 刚才 Docker images 和Docker ps-a 已经示范过了 然后我们可以 用Docker start 和Docker stop 来启动 和停止 这个Docker Docker RM 是删除 是删除这个Docker的命令 刚才 刚才也 演示过了登陆管理界面以后 它的 防止是服务器IP 英文的冒号 加断口号 然后 输入密码以后 可以添加用户 生成配置文件 也可以删除用户 关闭用户 打开状态 我们这里 都已经可以正常的显示 我们这个用户 在43秒之前 已经连接上来 当然这个用户可以 可以 竞争 更多的用户 出现在这里的表里 如果你不需要 这个用户 可以删除 也可以关闭 关闭了以后 这个用户就不能登陆了 删除了 就彻底没有 这个用户的配置 文件了 那你关闭了以后 如果 临时它登陆 那这里还可以打开 就是非常简单 最后 我们要总结一下 这个WireGuardEasy的这个优点呢 管理简洁 对服务器要求低 它只需要一个CPU一基的内存 就可以运行起来 而且呢管理方便 缺点呢相对来说 功能较少 没有很复杂 花哨的功能 新增 删除 允许不允许 二维码下载配置文件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功能 它都有 但是也没有更多的了 运行状态统计 不完善 实际上你是不能看到更详细的 资料了 只是能看到它现在连着 目前的下载速度 目前的上传速度 精彩 非常的 基本嘛 可以说这些统计数据 不能看到它 一段时间 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 总共 上传和下载了多少 这边 只有一个粗略的统计 没法对 用户进行高级的管理 那如果你需要高级的管理 可以看过之前的一个 叫Mr.Bone的这个开源项目 它也是 基于WireGuard的协议 那么Mr.Bone呢 可以进行复杂的管理 高级的管理 最后 最后个人建议 作为个人或者小团体 没有更多的 主要的功能的要求 非常 推荐使用这个WireGuardEasy Docker装完 安装程序上去运行 就OK了 没有复杂繁锁的过程 但是呢 就是说 目前这个WireGuardEasy的服务器 项目 不载较小 功能简单 只适合功能简单的 场景下使用 没有过多的 高级管理和统计功能 希望大家 点赞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加入 我的电报群 谢谢